今天螃蟹全卖了 想买螃蟹的 明天请早了 妈呀 老板呢 我让你卖螃蟹 你跳舞干嘛呀 跳舞卖的快 就他刚才那两下子 你们觉得卖的能快吗 这是杨成狐狸大螃蟹 往那一摆 那都呼呼抢 都不用卖 那我不跟你讲 就冲你能这么说 咱们俩现在回家 这就分钱去 我就喜欢这个 哎 等会儿 听没听着有啥动静 全是钞票声啊 不是 兄弟那咋就是了钱呢 那不是分钱嘛 不是你的耳朵 就没听着点别的吗 要不就是那个 他们向我表白的声音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就在这一片 是吗 就有东西在这铺了 没有啊 不是 我听着有 哪呢 哎 这不还有一只螃蟹的吗 这螃蟹死的 不是死了为啥还吐泡的 那刚才我以为它死了 我就扔里了 你看 我就说你这人办事不认真 咋的了 你可别忘了啊 哥是什么人呢 哥可是专业的螃蟹养植户 我不能让一只无辜的螃蟹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我手里 那咋整呢 现在 准备一个手术台 手术台 你就把这给我收拾一下 来来来来 活过来 哎呦 我哥 你真是水产界的120啊 哥以前还专业给螃蟹接过绳呢 是吗 你咋结的啊 你管得着吗你 刚才你跟我说好的啊 是一千只螃蟹全卖了了 观众朋友们听着没有 听着 那为什么现在这地方还有一只 我需要一个解释 不是 那他 那个 那不就剩一只螃蟹吗 我给你卖它就完了呗 对不对 好样的 我就喜欢年轻人这种态度 这只螃蟹必须给我卖出去啊 买螃蟹 它不跳又唱上来 买螃蟹 养成湖底螃蟹是大螃蟹 这个螃蟹谁要买呀 这个螃蟹 那是样品吗 来了来 不是 你给我来两只 不够啊 不够 那我上别家床 哎哎哎哎 美女 走过路过可不能错过呀 对 虽然就剩一只螃蟹了 但是这只螃蟹 它是一只很特殊的螃蟹啊 确切地说 这是一只有故事的螃蟹 这只螃蟹 想当年 就是东海龙宫 龙王三太子 坐下的那两个 虾兵蟹匠里的蟹匠 对 它就是蟹匠 你看看 想当初有一个大人物 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哎呦 我想当初在东海龙宫 借宝铁的时候 那是大闹东海啊 龙宫都颤有 这只螃蟹 为了保护龙王的性命 牺牲了自己 经过千百年的投胎转世 他终于从一只海蟹 来到了我们优美的沙家帮 成为了一只阳城湖 大闸蟹 并且在这里 幸福地生活了下来 可是就在刚才啊 因为我的兄弟 不是很认真 差一点就把他当成死螃蟹 但是 上天又给了他一次重生的机会 终于在一个水产摊子老板的救助下 他重返人间 这一重返 重返的限量 重返的特别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 没错 说白了就是一只炸湿的螃蟹呗 它是我让它炸的 你让不让炸 人家该炸也得炸呀 那个它属于 灭盘了 对 它都这么大能耐了 它都灭盘了 你俩还不一样天年呢 你要给我炸完了你 不是 老妹 那老妹说得不错呀 咱应该一样天年呢 什么你就一样天年呢 咋的呢 刚才我那小故事巴巴一讲 那个大姐都要掏钱了 呱唧你给我来个涅槃了 人家当时又炸完了 不是 关键你 你是不是给我搅和了 你那故事头不我编的吗 龙王三太 你头在编的 孙红是我想不出来的 行 那我不跟你进 不是 那你现在说这东西咋办呢 关键就一只螃蟹 它不好卖 那就剩一只这个事 那不是你言起的吗 谁 行啊 好 一只不不好卖吗 是吧 我现在我就给三叔发微信 他来一下再吊点螃蟹来 对吧 十只还不好卖吗 喂 三叔三叔 那个我在水产摊在这呢 不行了 一只螃蟹卖不出去呀 送点螃蟹吧 来来来来 打啥子呀 就你这旁边是吧 正宗的正宗 来我这个 我这旁边 你看 正宗的正宗 不是 好 你看 不是 就从这个你就看 这生命力 不是 多顽强 我跟你说 你就买我这个 你看这爬的 谁逮着算谁的 你说不说 我这是正宗的 不是那你说正宗的 我们这个也不太了解 你们卖爬 你们不了解呀 说实话 来这个地方 真不敢说自己懂螃蟹 那你来找董的呀 那你你你懂啊 你懂啊 对吧 我们仨是一拨的了 现在 你懂了吗 不是 那就把我孤立了 我跟你说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找个人 说明我这个螃蟹 比他这个强 我就让你这个小店关门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还是得找一专家 不是 咱这有专家 你俩可这扯什么下去 有专家 你俩还在这待着 你俩可恢复了 我来说明天 都要找个人 我来说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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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可恢复的